有初伯问我老花姨这个空气湿度跟温度体现在植物上面什么个影响法 什么个影响法我就简单跟你说一下空气湿度 空气湿度对于植物来说是越高越好 任何植物都喜欢空气湿度高一点 对吧 就比方说你 你找女朋友你喜不喜欢 很锐 这不就一个道理吗 对吧 你也喜欢很锐的 你也不喜欢干干嘛嘛嘛嘛的 植物一个道理 空气湿度是越高越好 但是你空气湿度很干了之后呢 植物就会出现什么呢你浇上水它也发粘 浇上水它也发粘你比方说绣球这一类的 对吧 有的花柔就整不明白了哗哗浇水结果呢烂根了烂根了以后更粘 嘎嘎撕肥嘎 换涂 还要用药结果弄死了 对吧 这个人也是一个道理 就像 空气湿度体现在你什么呢 你老是觉得嘴唇发干喝了水也不管用 叫减醇我们这边叫减醇 媳妇的春裂对吧 手裂了 植物也会出现 同样的状态你像我们大棚里面空气湿度基本上都五十朝上 多的时候都八九十就那样 越大越好空气湿度好吧 一定要润一点 这个温度呢 温度就是它会导致植物休眠 这个就不用说了吧冬天来了叶子落了你对于这个 我们那个 北方来说阳树柳树大槐树呼噜呼噜落叶子 还有一部分哈 夏季高温它也会休眠 这话说这咋理解 你看你睡觉是不是晚上睡觉中午你是不是还午休 是不是一天你整不好的睡两觉 这不也一个道理他夏季休休眠 他冬季休休眠了夏季他也休休眠 夏季这么热的 他不就先歇会吗 他能一个劲的长 你比方说你现在 你们那儿45度了 你还出去跑步去 我的天你叫了命了 跑冰箱里边都热的都要出汗的恨不得 是吧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对于这个开花的影响 你比方说以君子兰为例 君子兰这种呢要18到25度之间 他才会去孕育化包你如果说 太热了他不孕育 还有一部分休眠春化的你比方说种球类的 是吧好多都需要春化一下子 啊 都得需要5度左右 你基本上 长时间的二三十度二三十度 他就不发员 他就不发育啊 所以说你要盖着这个点 二的话说跟多肉这一方面有影响吗 多肉的话 其实很好一样 真的其实是很好一样就是你尽量的去做一下尝试着大温差 空气湿度在一块晚上可以高一点白天可以干一点 好吧温度的话多肉就是喜欢大温差 温差越大它长得越好 而且颜色处得越好光照越长的话 别的没啥了 这温度跟湿度比较好把握 温度就当成人就行了你把它当成人就好了一样了好了我老花一眼光最等一 不错点赞下期再见 靠近那个 超红棒的 至少